樓市當然是越來越悲觀 為什麼呢?很多現在的行家 特別是中介、中原、美聯 都分別出了一些報告 因為他要賺錢 賺錢的意思是他只是做中間人 樓市升跌 他最主要是有生意 而是讓那些前線員工知道怎樣跟別人說 那就是樓市跌就去鎮一些業主 樓市升就去取買家 所以他分別都出一些樓市會悲觀的狀況 即是說他未來的策略就是去鎮一些業主 去鎮一些業主 鎮到他不出貨就死了 那他怎樣鎮呢? 現在一間就說他每七間就虧一間 即是賣的虧都賣 因為現在你看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他是去到五、六年前那些位 2016、2017那些位 所有在2016、2017後去到2021年的11月 那時候就是香港樓市的最高峰 那段時間買了當然是跌了 那些跌的原因就是因為在那段時間買那些人 他最近陸續被綁了三年了 那他要出貨了 那這些就跌了 那如果有些是很規矩的 即是他買來自用的 而他現在碰巧要移民的 那可能他已經是住了十年了、二十年了 那些賺多賺少就一定有得升的 因為你這個樓市的分水嶺 是真正在2009年那個雷曼事件爆發之後 那半年裏面 詩永青那時還說 我們進入了一個冰河期 他看錯了之後他立刻就轉身了 那半年是插了三成 那半年插了三成 破了一九九七年的高位 那一九九七年的指數是一百 那所以在2010年買的時候 為什麼會那段時間一插下去三成 這麼快回上來 因為量化寬鬆 一量化寬鬆這些樓就搞到 內地就出了很多很多的超級大富豪 那這些大富豪當然是後面綁了一些權貴 加上我們有那個 物業可以七百五十萬來移民 是不是 所以在那段時間 百分之百炒起它 哪些人出貨 就是九七年那一役 被綁的那些 指數一百被綁的那些 捱過去 03、04年那時跌了63% 那一下再插多 說不定一直在排上來 去到八十的了 九十的了 又跌下去三成 然後呢又再 嚇一嚇 所以就在2010年、2011年出貨 那些出貨的那些 就是打和 被它搜賭了 搜了十幾十年八載了 那現在那一批呢 就說跌了 有七個有一個就輸都要出呢 都是新的那些入場 那些呢才輸的而已 那如果舊的那些呢 都不用輸的 因為你喜歡成指數 指數仍然是一百六十幾 那我們曾經分析過給大家聽呢 就是一路下來都是會 那個指數插得很快的了 因為你買那些 在高位買那些呢 一直限制住這三年 不能輸的嘛 就是你最高買的那些是 2021年10月那時候買的那些 那些一路不輸得它呢 如果真是為了那個士丹 省了那些佛息呢 就是佛士丹呢 那它就要去到2024年才出貨了 是不是 那一下那時候呢 去到2024年 你都猜到那個中原城市指數 因為你那個基數高呢 跌落力當然是快了 是不是 所以有這樣的扭曲的現象 就是那個中原城市指數 好啦 那你也都會看得到呢 就是那些貨美單位 現在今年那些發展商 熬到今時今日了 在疫情就利用疫情的藉口不出貨 現在呢就要鬥快出貨 是不是 那你整個鬥快出貨 由整個香港九龍新界 都是一路有盤出貨 那個個出貨越出越低 因為它的價單 你就用恆基 最有錢的地產佬 是不是 恆基 他們出那個啟德 Henry Park為例 出了三張價單 第一張價單呢 就已經比兩年前 跌了25%的了 比一年前跌了13% 就只賣了188個 只賣了八成 跟著 那個勢不好呢 想清掉貨尾 就出第二張價單 那第二張價單呢 就比第一張呢 就說輕微 升了1% 實際呢 就算了 那些單位呢 就不敢加價 只是賣了一半左右 好了 跟著呢 到最後 出第三張價單呢 只是賣了兩個而已 其中一個呢 聽說在市場 說要太多了 那你就 看到那些 就算大媽撒最有錢的恆基 他都很擔心後事了 要不然他做什麼一連串 馬上清掉 而且越買越便宜 是不是 跟著你又見 那些港島區的 即是家裡 那個盤在黃竹坑 叫做龍頭盤來的了 都慘情 慘成銷售 在新界也是這樣 所以累積的 現在貨尾單位有成 二萬個就去到 2003、2004年那個數目 不過這樣啊 大家還要知道 2003、2004年 有一個泛式轉移 是好的泛式轉移 因為那時是香港的國際金融 中心開始起步 因為中國在胡錦濤、溫家寶的時代 正式在2001年加入WTO 2002年開始製造世界工廠 2003、2004年就說救香港 那就放自由行 推出Shipper 所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泛式轉移就是 在當時把香港打造了 引一些錢進來中國 去投資 去幫那些 那些國企上市 成功令到香港的交投 就是在聯交數 是多了 十倍有得 就是由幾十億 97年前的幾十億 去到後來二、三千億 是吧 那你不是看到 當然是賺中間人的錢 香港可以 然後 跟著的政策配合 不是很多權貴走下來掃貨了 好 好了 這次沒有 就是沒有這些 這樣的反式轉移 不只 還要是倒轉移 就是你看看 李家超在哪裡招商 是吧 以前我們金融中心的時候 不用招商 所有美國、歐洲 那些大媽撒基金 都是進來賣貨 是吧 然後呢 更長線的那些 比如印尼基金 新加坡基金 來買一棟棟的樓 現在 你還有什麼可以招商呢 是吧 難道好像李家超那樣 去 反式轉移 叫印尼來幫你呀 叫新加坡這個主要競爭者來幫你呀 是吧 現在新加坡因為讓你半臂 外面的人來買樓 我們收六十個百分之印花稅 就是叫那些人不要來買 那你也 這樣幫你發 是不是 那你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你去印尼人來印尼 不如你來香港來我們投資呀 我們東南亞 現在才是 最重要的 世界工廠 預備 你去做 李家超 這一節 去只不過是做展示 對香港 你引入不了新資金 不僅如此 你國內呢 也都慘情 那麼世界的資金因為你港版國安法 你不收嘛 不收那麼更加那些人呢 騰個貓 不敢來 那麼你世界只有三範而已 是吧 而在香港 香港是靠什麼呢 靠內地的權貴那一塊沒有了 就是那時候 然後你要靠 就是歐美 那些資金來 做那些資本市場 或者 來炒炒賣賣的 又沒有賣 然後呢 人家要靠你那些你走去求人家 啊 因為呢 你要去東南亞 不斷去招商 全部呢 調轉了 那就是 未來的繁息轉移 只是越來越弱 那你 哪裏有剛性需求呢 沒有炒家 跟著又沒有剛性需求 是吧 那些人口越來越減少 跟著移民的越來越多 那你說 啊 教內地的人下來 內地的人下來是 拿你的那些谷種啊 最好呢 你呢 就是 蓋多些公屋給他 啊 那就救人口了 不過那些人口呢 要用三四十年呢 隔代呢 才可以幫你呢 成為中產 沒有中產 你怎樣有私樓的希望呢 那所以你不用問的 那些報告出來是幫助那些 中原美聯這些大經紀行呢 去打那些業主 那你不賣呢 將來還跌得更慘 那這些是 給他做生日日策的 而現實也是這樣啊 他都是因應現實而需要出這些 調查報告而已 那所以呢 不可以看輕這些調查報告啦 那你不願意投降的 那就慢慢淹你了 是吧 因為為什麼呢 沒有一個地產商 可以好像九八年 長江十月 在李嘉誠操盤 底下 這麼英明神寶 一夜之間 放你二十五個百分之進去清貨 就是盈取本島 可以一夜之間 二千多個單位清貨 因為呢 誰敢這麼高調去做這件事呢 即使不愛國 不愛黨 那誰背得起呢 那現在所有的呢 唯有什麼呢 送二十幾個百分之進去 誰能做到一宗買賣的 二十幾個百分之進去 那就是叫那些經紀 你會回湧回給賣家 那即是說你的中型城市指數 那不是廢了 是嗎 因為你中型城市指數是用真正的那個 那個 那個書面上面的買賣家去調查 誰夠膽呢 去減回這二十幾個百分之進去的回湧 那即是 在中型城市指數 未來也都是 新的指數 都是發酵的 都是發漲的 那你怎樣去 compare 未來呢 只要靠 有空看多些你的節目 追多些追新聞那個節目 聽多些業內人士的訪問